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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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故事繼續來了 轉了一個彎 哎呀 又有人要搭便車了 我不載狗 你就知道什麼動物出現了 對不對? 然後小狗就說啦 哦啊 翻金斗 我可以教你啊 而且 重點喔 而且對鄰居友善一點 也沒什麼不好嘛 那熊先生當然就在旁邊綁槍了 反正車子也不是他的 好 接下來 狗也順利上車了 但是貓特別強調 你只能坐小一點的位置 那他們就繼續上 繼續出發了 所以我就省略囉 右轉了幾個彎 哎呀 又有人要搭便車 糟糕 是野豬一家人 這裡可以想想 如果你有時間 課堂上討論 然後發現有驚嘆化的地方 其實都是值得帶小狗去注意一下的地方 又為什麼貓會糟糕 好 想一下 然後貓也還要投 真的沒辦法 然後野豬媽媽就直接指著貓的行李說 把這拿走就好啦 貓很不想再野豬 但是又怕野豬會生氣 只好打開野餐步 這裡大家可能腦袋裡已經不現畫面了 對不對?所以你們會覺得很合理 可是你知道嗎?現在有些小朋友 他們會覺得為什麼貓要擔心野豬生氣? 野豬生氣又生氣 那車子是我的 又不是他的 管他生不生氣 但是大家應該就會知道 為什麼貓會怕野豬生氣 對不對? 那個野豬的那個兇惡的畫面 你可能就已經在腦袋裡出現了 好 然後你看他在野豬這個過程比較波折 他不但本來不想再 不得不再 還把他本來自己想要好好享受的點心 也分給大家吃掉了 而且是在野豬的命令下 不得不打開來給大家吃掉了 好 繼續 又有人要搭便車 魚出現了 看著滿滿的一車動物 聲音還有一點發抖 還有位子嗎? 接下來 當然他還是順利上車了 好 終於到了深角下 大家和貓說再見 故事到這邊好像快要玩了 一路上應該還記得大概有哪些動物 好 如果是教比較小的學生的時候 如果一樣用這個文本 我們當然就會把紙本在這個時候發給他 在你第一幕一開始預測完之後 你就會發給他了 學生就會有文字可以看 但是我後來四年級以後的學生 我現在這種故事類的文本 我都跟他們說 那個你不知道國語學習裡面 聆聽很重要 我們又不會為了聆聽 刻意做一門客教聆聽 我在我的課裡面 今天你要認真聽中間 你一邊聽到關鍵 你還要記錄下來 很多小孩就是 如果是陌生般的小孩 因為沒有默契 他們不知道我會做什麼 所以到這裡他們會卡住 來 故事中動物們分別用了什麼方法 達成搭便車的目的 那貓先生在分別跟他們互動的時候 產生了什麼樣的反應 大家應該可以記得 剛剛故事裡面出現了哪幾個 要搭便車的動物吧 就大人的場合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失誤過 就是大家都知道 好 那這裡雖然時間很趕 但是我還是想讓大家體驗一下 剛剛玉堅老師說到的 就是我們怎麼利用手上 我沒有電子擺板的情況下 我怎麼利用手上的手機拍照的功能 然後引起下一個課堂上的討論學習 所以請大家利用你手上 應該有把一些講義指對不對 就是你稍微寫一下這一題的答案 你大概覺得你會怎麼呈現 動物們分別用了什麼樣的方法 達成搭便車的目的 貓先生在跟他們互動的過程當中 分別有什麼樣的反應 我們假裝一下大家 謝謝大家很認真地配合 好 所以這樣我就會出現了兩組 就可能我隨機拍到的答案傳上來 那這裡呢 請問大家可以看得出來老師用了什麼方法嗎 他用表格對不對 用表格來整理 在教室裡面的操作 這時候呢 如果你的教室有電子擺板 我通常是點開了之後 讓學生就是分組 你就讓他自己來介紹 他一樣可以在上面畫記說明 這小孩會很有成就感 因為他會覺得 大家現在都在聽我說這樣 然後因為畫記下來 所有電子筆記它都會存在雲端回家 是看得到的 我們班的小孩啊 就是如果那一天他講得很好 他就那一題得了之後分數的時候 他回家會故意跟爸爸媽媽說 那個阿媽你有沒有看一下我們今天上課啊 那個老師有討論一個題目 他就會自己帶著爸爸媽媽去點開那個電子筆記 他的目的只是要讓媽媽知道 你看我今天講得好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就是讓他們說 那當然如果你的教室沒有觸控式的擺板 你只能用螢幕投影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讓小朋友來說 只是這時候老師可能就要幫忙去操作 就是你操作你的電腦用法書幫他註記 因為其實學生在講什麼 你大概知道要幫他在哪裡畫線畫底線 好 那這一個我會剛剛跟老師拜託讓我拍 是因為我發現其實有好幾位老師 其實是這樣寫的 看得出來嗎 好 差點有去點開 好 就是先把動物寫好了之後 拉一個箭頭把他的方式 就是你看有禮貌的利誘 然後誘管他交換條件對不對 然後狗野豬然後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好 就是其實我們在課堂裡面 你就可以把不同的作答的樣態 好 當然你可能會覺得 哇 每個學生都寫 那我要拍照不是很麻煩嗎? 其實老師用工具其實工具都在這裡 你用什麼工具我們還是要透過我們的判斷 我當然會挑不同樣態不同類型的 上傳之後討論 那我自己的方法是 我不會去限制我的學生 你一定要用表格或是一定要用什麼方式 你用一個適合自己的方式 你想要用新制圖的方式來呈現也可以 就是讓他清楚地去整理他想要 我們剛剛其實有一個關鍵是 你有什麼方法來整理答案比較好 這同時在教學生怎麼在學習各科 科文內容 那麼尤其社會科、自然科 他寫的那麼多文字的情況下 重點是什麼?讓他們學習整理重點 好 接下來 這題也很好吧 就是 不是大家都跟他告別了嗎? 就說謝謝大家 那你們覺得貓這個時候的心裡 他會覺得怎麼樣呢? 他心情感受這個時候是什麼樣的呢? 好 那這一題呢 這時候如果我們教室是有平板的 我們就會把這一個頁面 然後這個頁面就推送回去 他們可能就在上面做打傳回來 然後也有可能就是你可能學生 反正他手上有文本 請他找了證據 話就可能用說的也可以 或者一樣就去拍照再傳回來 好 那這裡大家覺得應該會是怎麼樣的心情? 好 4 號小朋友 33 號小朋友 請問 4 號小朋友在哪裡? 你覺得這時候他的心情是? 我覺得他因為最後有載了那個魚 吃得很飽很開心 我想我 因為我想我們不然會有這樣的小朋友這樣回答 很好 但是這時候 當然是剛剛如果我是在上課 我通常都不會露出任用的表情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們班小孩很糟糕 他們的觀察力非常好 老師表情有一點點變化 他們就會知道答案是什麼 所以我後來都不會有表情 就是好 剛剛 3 號小朋友說嗎? 然後很開心喔 因為他吃得好飽 因為他把魚吃了 好 33 號小朋友在哪裡呢? 我覺得這隻貓 牠心裡面也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很多人會跟牠說謝謝 然後應該也是給牠很多笑容 而且牠有共一個影機 好 這個小朋友看得非常仔細喔 我們平常都會跟小朋友說 仔細觀察線索 線索可能在文字可能在圖片對不對? 好 剛剛一個答案是說 牠很高興因為牠吃了魚 一開始牠不是說我肚子裡有胃子嗎? 然後你覺得有啊 文本有說我肚子裡面還有胃子 好 3 號小朋友說呢? 牠很高興因為牠幫助了很多人到了山腳下 而且重點是牠正在吃蜂蜜 牠喜歡吃甜食啊 有啊 文本裡有說嗎? 好 請問這時候有沒有人有別的答案呢? 好 我們一樣喔 如果你覺得答案是4號小朋友你就按1 如果你覺得是3號小朋友就請你按2 如果你覺得不對 我的答案跟牠們兩個都不一樣請你按3 來 我們一樣不能碰板子來 1 2 3 只有3個喔 好 那假裝好了嗎? 假裝大家都好了 不然等一下會來不及 好 你們發現其實選3的人也還是很多對不對? 其實是有不同的想法的 好 那這裡我現在是節省時間了 當然你們就會知道 因為1跟2剛剛已經表達過想法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們要再讓人說 其實我們應該挑選3的 這個大家應該有概念了 好 所以接下來答案公佈 好 所以大家應該會知道 我發文本的時候常常不會整天發完 我是分段發的 這時候他們就會看到 這一張其實我根本也不用發給小孩 這一張因為很短 其實這裡就告訴他們答案 真是的 媽煩死了 貓一邊抱怨一邊吃著蜂蜜請問 牠有很開心在意他們嗎? 牠有真心覺得 哇 這個人真的是一件非常令人開心的事 沒有 其實學生讀到這裡的時候 他們有一點錯愕 就大多的學生覺得 那牠故事不是都應該教我們那個 當好寶寶嗎? 怎麼 怎麼 牠竟然說幫助別人煩死 而且牠還一邊抱怨一邊吃著蜂蜜 因為人家拿蜂蜜 你竟然還說牠煩死了 就是小朋友會有這種想法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能就會繼續問 好 那第二天喔 還要上山喔 遠遠又看到一群人 在跟牠揮手 請讓我們搭遍車 這時候不好意思 就讓牠們想想接下來牠會怎麼做呢? 這是不是又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地方? 當然這個有的時候如果來不及的時間 我可能這個就會佈置成回家公課 回家公會一樣在雲端平台上做 做了同學們會立刻上討論區去互相做一些回饋討論 第二天的課堂 你不需要再去佈置引起動極的活動 直接就用牠們在前一天平台上面的討論帶進來 好 那 traffic wes 開始 開始